哎呦 怎麼可能會贏我了 過去兒子陸西派也曾闖禍 憲哥自嘲最有資格評論 對 新二代一直出問題 也不是一個辦法 我現在最有資格講這話 一個陸西派也出事啦 我跟他講說哪有兒子不闖禍的 就安慰他 我說沒有關係 反正給孩子一個機會 然後他也說謝謝你這個 整個寒夜送暖啦 話風一轉 吳宗憲也聊到 最近余天二女兒癌症 癌症復發 正在做治療 問了一下 對啊 其實余家真的是最乖的一個女兒 我們大家都好喜歡她 真正不幸啊 我們也希望她可以趕快痊癒 好心情是最佳的良藥 為母則強 看了這個孩子 媽媽的那個力量就起來了 呼籲外界一起替他集氣 希望余院琦能早日康復 吳宗憲除了關心演藝圈好友 對於舊愛傳出新戀情 他也大放祝福 哇 要恭喜人家啦 對啊 都幾歲了對不對 人就是要學會放下嘛 以前都不懂得說 可以給更好的祝福 一二十年過去了 宗憲這張爛嘴巴 沒有講出來一個不好的字 陳孝萱 陳漢 吳宗憲有一段情 對方傳出有心歡 也希望外界多給他一些私人空間 解誠要倫理於海岸台的寶島